好,下面我们来看十三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说 The geologist needs to know what rock the drill has reached So every so often a sample is obtained with a coring bit 这个咱们先看文法的分析 这个前面白颜色的没有下滑线的部分可以看到句子主句了 他说这个地质学家需要知道 知道什么呢 后面这个白颜色的带下滑线的部分明显是避语从句 就是what rocks the drill has reached 就是这个钻 就这个钻了 已经达到的是什么样的岩石 因为它不同的岩石可能用的钻头是不一样的 然后so呢 到句墨黄颜色的明显是个结果状语从句 所以every so often是个时间状语 就是不时的每隔一段时间 不时的有时候 怎么样呢 一个样本 就是岩石的样本必须要获得 被获得用什么呢 用一个曲心钻头 从下方挖住个标本 带到上面来 我们看呢 打到哪个岩层了 决定用什么钻头 那就是整个的文法的分析 这里面有一个词得注意 every so often 这是个习语 大家注意 习语不能拆开翻译 可不能翻译成 每一个如此经常 这个不行 要翻译成不时 时而有时候 这个有时候啊 表达特别多 咱们做个总结 这个习语别翻译错 你像every so often 等于sometimes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occasionally 像at times 也可以变成有时 还有这几个习语 像now and then 或像every every now and then now and again now and again 或every now and again 也是有时候 还有像once in a while from time to time 都行 这个都不能拆开翻译啊 可不能翻译成 现在很大时 现在再来一次 一会儿有一次 从时间到时间 对不对 都得翻译成时而不时的 咱们大声读一遍 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大声里面 every so often sometimes occasionally at times now and then every now and then now and again every now and again once in a while 注意连读 one thing 在那边 once in a while from time to time from time to time 意思一样 就有时候 你不要小看这个 重复性的这个朗读 咱们回去还有更多的读 为什么呢 这个英语老师说了 不是知识 它是手艺 是技术 尤其是口语 你的知识明白就行了 但手艺技术 必须得会 必须得熟练才行 咱们说的重复呗 你看你很无聊的 似乎在一遍读 现在大脑里 在种下种子 让它生根发芽 注意英语的书 光知道可不行 知道两天就忘了 所以每隔一的时间 一个sample 一个样本 必须用曲心钻头 从地里挖出来 后面再进步说 这曲心钻头是干嘛的呢 it cuts a clean cylinder rock from which can be seen the strata the drill has been cutting through 咱们同样再看个文法的分析 这个豆豪前面白颜色的 依然是剧的主具 这个it是有所指的 但是上一句末尾 那个crolling 被曲心钻头 这曲心钻头 切割下来一个 很光滑的一个圆柱体的 一块岩石 从下面挖出这面段来 这个clean 注意不翻译成干净的 clean是多一词 这叫边缘 或者表面光滑的 光滑的 切下来一块光滑的 cylinder是圆柱体了 圆柱体的石头 然后呢 from which到巨末 整个是一个 非线性的定义重具了 就从这个石头怎么样呢 我们就能看到呢 这个钻 现在这个钻 达到的是哪个岩层了 这个strata 后面又跟了一个定义重具 后面这个划横线的部分 the drill has been cutting through 在这是定义重具 可以看到前面省略了这个which 这个定义重具 就修饰前面那个strata 但大家注意这里面是用了改变语序了 为什么呢 from which 后面这个定义重具里面 它的主语是 the strata the drill has been cutting through 然后can be seen呢 是位语 但是为什么改变语序了呢 因为这个主语太长了 所以改变了语序 把主语放到句末去 为了避免头中矫情 因为主语后面跟了一个 长长的定义重具 这种为了据实平衡 改变语序的情况常见 正常语序 再说一遍 一个是from which the strata the drill has been cutting through can be seen 但这么写就头中矫情了 注意 这有个语序的 这么一个改变 为了据实平衡 这个我们再说一说吧 再把它看一看 正常语序是 from which the strata the drill has been cutting through can be seen 但这么写呢 太头中矫情 主语太长了 把它掉了一个个儿 而且这里面没有起义 好 接着看下句 once we get down to the o u it usually flows to the surface because great pressure either from gas or water is pushing it 他说一旦呢 我们倒到了油层 就是油 都发现到了油层了 这个语原油啊 通常会流到地表上来 因为巨大的压力 要么来自气体 要么来自水 在推着它 打通了之后的油 会自己涌到地面上来 就不用派人下去 把它拿出来了 它液体的嘛 我们一览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once we get down to the o u 这是时间状欲从距 once 这是廉词 一旦怎么怎么样 相当于我们那个as soon as 一旦这个钻头打到了 the o u 就到了这个有油的这层了 怎么样呢 这个当然是 o u 这个油呢 通常会流淌到地表上来 为什么呢 because是原因状欲从距 因为巨大的压力 中间的either from gas or water 可以看到插入雨了 两个多少号之间 修饰前面的压力 要么是来自气体 要么来自地下水的压力 is pushing it 再推它 它当然是油嘛 把油推到水面上来 是这么一个 那么这里面注意一下 这个get down to这个搭配 get down to在本文中 是字面意思 一旦我们下降到了油层 这是字面的意思 但get down to 我们在前面 这个青年这颗书 第五课 也讲过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开始认真严肃的 去做模式 还记得吗 get down to business 让我们开始办正事吧 get down to the fundamentals 先来看一些基本原则 大家还记得吗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让我们现在开始办正事吧 let's get down to work 寒暄举止之后 让我们现在开始工作吧 let's get down to fundamentals or get down to basics 先来认真严肃的看一些 基本原理基本原则 get down to 叫认真严肃的开始来对待 或者处理或做模式 这是在第五课讲过的 这是它的习语的含义 它本文中是字面的意思 好 再看下去 它说这个压力 必须得控制住 the pressure must be under control and we control it by means of the mud from the mud which we circulate down the drill pipe 它这个压力必须要处于控制之中 我们怎么控制它呢 是我们通过这个钻管 可能里面是空心的 循环下去的泥巴 把这个油压住 不让它自动喷出来 然后需要的时候 再把油放出来 是这么一个效果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句子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我们看到一段是and 并列连词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是个比较简单的结构 这个压力必须要处于控制之中 这固定搭配叫be under control 叫处于控制中受控制 把它控制住 这个注意不用in control 比 under control比较常见 并且we control it 并且我们控制住它 通过什么方式呢 后面这个by到句末 其体词整个是一个方式状语了 by means of the mud 通过这个泥巴 什么泥巴呢 在方式状语里面又迁套了一个定义重计修饰前面这个泥巴 对吧 which关系代词 在定义重计那边做circulate的编语 把什么循环下去呢 就是把泥巴背 循环下去像什么 通过这个钻管 沿着钻管把泥巴循环下去 循环的泥巴压住这个油 不让它喷出来 用这个方式来控制住油 不让它喷 还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这里边我们注意是处于控制之中 这个搭配的by 这搭配的by under control 叫处于控制之中 注意不是控制之下 控制之中 还有一个控制住某个东西 如果加冰语怎么办呢 很简单 get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把某个东西控制住 get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固定搭配 这个比较通俗 听力口语用的比较多 咱们看当年一道 突伏的听力真题 咱们看看选哪一个 这个女人预言什么将会发生 再听一遍 投资看选哪一个 这女的预言什么将会发生 咱们看看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你做对了吗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if changes are made 如果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呢 这个情况将会好转的 这女的很乐观 为什么选D 看看原本 这又是一个dialogue 两个人对话 第一个男的说 look at all the pollution going into the air from those factories 你看看从那些工厂里边 飘到空中那些污染吧 pollution 表示污染 污染物 可以当抽象词吧 那么后面就说 do you think they've ever get that under control 你认为他们到底 能不能把那个控制住啊 控制住某个东西 get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ever 咱们在新概念第三册的 第二课里面 曾经说过 ever可以表示到底 它一般放在疑问句中 到底 whatever are you doing up your bill as wicker and surprise 牧师尽量地问 别人你到底在这干嘛呢 ever 在疑问句中 反正到底加强疑问语气 你认为 他们到底能不能那么的控制住啊 都不像样子了 第二个女的很乐观 with the new laws and social awareness we turn things around 现在随着新的法律颁布 并且大家呢 社会上了解这个事了 都知道这个事 awareness 来自aware 知道吗 那我们会将情况扭转的 things 就是situation 情况 turn around 扭过来吗 你会扭转情况的 what does the woman predict will happen 他的预言什么会发生呢 如果做出改变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情况将会好转的 对吧 好 这是get something and control 是控制住某个东西 那如果要表示 变得失控了呢 变得失控 固定搭配 get out of control 或者get out of hand 注意是hand 不是hands 这个在这不发生手 发生控制 抽象词 所以hand 用单数不要加s 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连读get out of get out of get 本来是get out of 但读快之后 两个字母T都会轻轻抓 真的 我们先读前三个字 get out of get out of 不能用力 不能get out of get out of 那可不行啊 get out of 舌尖在上一堂 轻轻撞一下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第一个 get out of control get out of control 再读第二个 get out of hand get out of hand 都是变得失控了 变得失控 有这么一个结构 那同样的咱们 看一些例子 比如首先在三册的 第33课 难忘的一天里边 有这么一个例句 三册的33课里边 a day may begin well enough but suddenly everything seem to get out of control 一天刚开始的时候蛮好的 但是突然间 每一件事看似 都变得失去控制了 就是这个 这突然间 就祸不单行了 出了很多倒霉的事 变得失控了 get out of control 固定搭配 咱们再通过另外一个 托福听的真题 看看老外 是怎么读的 另外看这个题选哪一个 好 仔细 我们先听第一遍 这女的这个建议 这个男人建议她做什么事 再听一遍 同时看选哪一个 这个男的建议她干嘛 咱们看看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A选项 discus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dormitory 与宿舍负责人 宿舍管理员 讨论一下的情况 跟他反应反应的情况 in charge of 负责吗 负责宿舍的那个人 宿舍管理员 讨论的情况 跟他说说 提提意见 为什么选于看员门 你看这个对话里面 用了一个完成诗了 她怎么说呢 You know the noise in my dorm has really got none of control My roommate and I can rarely get to sleep before midnight 她你知道啊 我们这个宿舍里边 那个噪音呢 真的已经失控了 都管不了了 也没法睡觉了 我的宿友和我呀 在午夜之前 几乎都睡不着觉 就是I had really got none of control gotten 这是一个美式用法 因为在英国呢 一般是get got got 美式是get got gotten 读快了之后呢 这个ten 老师说是失去爆破 叫gotten gotten gotten 蛮蛮蛮蛮 舌头不再弹手了 从鼻子出来了 gotten 然后gotten 拿着看 gotten 拿着 这end 跟out 变成now 后面这个t 跟后面主话 能带地音 我们读一下这四个字 gotten 拿着看呟 gotten 拿着看呟 gotten gotten 拿着看呟 是这么一个发音 对吧 我们午夜之前 睡不了觉 这个男同学说了 why don't you take problem up with the dorm supervisor 你为什么不跟这个宿舍的管理员 反应反应的情况 take the problem up 就向上反应的意思 然后呢 the dorm supervisor 就是我们答案中的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dormitory 做了个替换 你要再用supervisor 答案就太明显了 跟管理宿舍的人 讨论一下这情况 就好了 注意 get out of control 叫做失控 另外这个dorm 是口语中说法 相当于 我们dormitory 这个宿舍 好 做完这个 好 做完这个听听题之后呢 咱们再看看 另外一道选择题 这当年一道六级的真题 咱们来看看 这个题选哪一个 好 这是个天空选择 对吧 他说 we started burning some leaves in our yard but the fire got什么 and we had to call the fire department to put it out 字面意思不难 我们在院子里面呢 开始烧一些树叶子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火变得怎么样了 并且我们不得不 叫消防队 来把火扑灭 这个消防队 the fire department 咱们在三册的第十五课 五十遍是麻烦讲过 这个在英联邦国家呢 用fire brigade 美国叫做fire department 都是消防队 put out 表示扑灭 相当于extinguish 灭火的意思 把火扑灭 大火变得失控了呗 就烧叶子 最后把房子都撩着了 大家必须叫消防队员了 变得失控了 get 用什么呢 当然选A嘛 get out of hand 就像get out of hand control 是一样的 对吧 变得失控了 out of order 不可能 out of order是坏了 my car is out of order 这汽车出故障了 the computer is out of order out of order就出故障 这根本不通顺 out of the question 表示是什么意思 根本不可能了 根本不可能的事 能不能借你新买的奔驰车 我拉两头生猪了 行不行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胡说八道 不可能了 这不可能 当然如果把the去掉 就不一样了 that's out of question out of question 没问题 当然可以哦 out of the question 就没问题 out of the question 就不可能 没门 是这么一意思 out of the way 就散开道路 这根本不通了 选A out of hand 是正确 好 再回到剧中 本文童说呢 must be in a control 这个ender可以钻研一下 进一步钻研 ender表示在什么什么状态之中 属于受控的状态之中 ender表示在什么什么状态里边 是一个常见搭配 咱们多看几个 最好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你别自己下边 建一个寄一个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叫ender 那下边几个搭配 确实这么用 比如说 the car is under repair 这个汽车 正在修理之中 咱们一般不说in repair 注意叫ender 在状态里面 再比如说 the castle is under attack 这个城堡正在遭受进攻 叫be under attack 遭受进攻 这个常打游戏 同学对着搭配 可能很熟悉 our castle is under attack 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城堡 再比如说 the subject is under discussion 这个科目这个话题 正在讨论之中 注意不要用in discussion 用ender discussion 讨论之中 the matter is under consideration 这个事儿正在考虑之中 在考虑之中 叫ender discussion 现在没有结果 正在考虑 叫 今天我们不用in 用ender 这个有规律 再比如说 you are under arrest 你被捕了 你被对起来了 叫ender arrest 意气同工之妙 再比如说 the patient is under observation 病人怎么样 病人正在观察之中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过观察一段 是以后再看 能不能好转 再比如说 the cas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这个案件正在调查之中 叫be under investigation 见一个几个 把这搭配大声读物 便直接背下来了 为什么 明白不行 必须得背下来 要不然你记不住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bridge is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桥正在建造之中 同样的 the building is under renovation 这个建筑正在整修之中 renovation 叫整修翻新 咱们前面讲过吧 renovate renovation innovate innovation innovate是创新 renovation是整修翻新 这ender有这个搭配 这些搭配 希望大家大声 每一个读物便直接背下来 老外不用背 因为他天天重复 自动的就背下来了 咱们必须有意识的背 因为你重复的变识 没法跟他比 对吧 他们无意识的背 咱们有意识的背 效果是一样的 对吧 看下去 we endeavor to avoid the old romantic idea of a gusher which with ou and gas 这同样先分析语法 成佛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干 we endeavor to avoid 但endeavor用的是英式拼写 读成endeavor 每次人把ou or 回到or就好了 endeavor to do 是竭尽全力做模式 我们尽最大努力 去避免那种成就的 不切实际的 用喷油井 获取原油的这个观念 这个romantic 不能反正浪漫的 它既不浪也不慢 它一男一女才就浪漫 在这呢 是不切实际的 romantic是多一词 叫impractical 不切实际的 idea 想法观念 该是就喷油井了 就是这个原油自动 从井下跟喷泉一样喷出来 你不有压力吗 我们拿大喷接着就行了 但这个浪费 对吧 后面说 因为它会浪费油和气 就浪费原油和天然气了 这个是一个定义从句 但它其实相当于 一个原因状语从句 为什么进罪当中的避免呢 因为是这个嘛 你要用状语从句 啰嗦了 还是用because it with ou and gas 你发现 because it 那个it 不就前面这个嘎事吗 咱们说 无论是并类句 还是状语从句 如果其中有一个成分 刚好是跟它相邻的 上半句末尾的 那个词或短语 那干脆咱就定义从句了吧 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 在里面充当成分就好了 对吧 只直接吧 because it 换成which 因为它会浪费油和气 就好了 这是这么一个结构 第一个咱们先看 endeavor to do 咱们换成美式评写了 英式就OR就好了 竭尽全力做模式 咱们有时候 也可以用它的名词版本 意思一样 叫make every endeavor to do 也是尽最大努力做模式 这个不要翻译 做了每一个努力 还是竭尽全力做模式 复习 我们在体育精神里 讲过好几个 那么我们在当时提过 三册的二十八颗 五磅也太贵 有个搭配叫 go to great lengths to do something 竭尽全力做模式 这是尽最大努力做模式 咱们三册二十八颗出现过 复习 the man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prove that the diamonds were real 这个男的就卖钻石戒指的 尽最大努力 使出浑身解数 拿出吃奶的力气 想证明这些钻石是真的 尽最大努力 这个搭配背下来 go to great lengths 记住 眼睛根本靠不住 请你大声读出来 用笔在操稿纸多写几遍 因为视觉的记忆是特别短暂的 但是动作神经记忆是非常长久的 看一眼忘了 但是动作动起来忘不了 咱们看一眼三天忘了 但你看你学会骑自行车了 二十年不起 拿紧这片头上就起 学会游泳了 十年没有游 扔到水里马上就能游 他忘不了了 所以大声读出来 用笔写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记住哦 英语明白不行 得背下来 还有我们 spare no effort to do 这个在第二回就讲过 不遗余力的做模式 spare省下来吗 没有任何努力被省下来了 还记得这句话吗 China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realiz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中国怎么样 讲不遗余力的 去实现和平统一大业 还有呢 do或者try what's best 或do try what's utmost to do 叫做竭尽全力做模式 这在三册和四册都是情况 四册的第六课 三册的第二十九课都有 先看三册二十九课 though the doctor did his best the patient's recovery was slow 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了 但病人的康复很缓慢 他没有说竭尽全力做什么 后面to do就不说了 还有我们在四册的第六课 就是我们当时说的这个 这个第三十五页的第六行里面 三十五第六 体育精神里面出现了 you play to win and the game has little meaning unless you do your utmost to win 这个你比赛就为了取胜 并且呢 除非你竭尽最大努力去取胜 否则这比赛几乎就没有意义了 你看 最大努力do your utmost to do 固定搭配 这是竭尽全力做模式 还有咱们讲过两个比较口语化的 顺便再复习 因为讲一遍可能记不住 give one saw 还有go all out 我们都可以在这to do 竭尽全力做模式 这几个单词都是单音级的小字 适合口语听力里面 咱们会出现 口语中用得多 咱们读一遍吧 give one saw go all out 我已经尽全力了 I have given my all I have gone all out 我已经尽全力了 去做某事呢 后面可以下to do 同样再复习一下当年这道听力真题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好 再听一遍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这男的暗示什么呢 选哪一个呢 这个题咱们在第六课听过 大家可能有印象 正确答案是 C the dessert also looks impressive 饭后的甜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再看原文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两个人对话 第一个女的说 哎呀 看一看这些好吃的三明治吧 约翰今天可是竭尽全力了 go all out 叫尽全力 他用的是完全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又是 gone all out 连在一块 对吧 第二个男的说 等会看看饭后的甜食吧 什么意思呢 甜食一样好呢 甚至更棒呢 甜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go all out 竭尽全力做模式 这是一个复习 好 回答 我们尽最大努力去避免那些臣腐的 romantic 我再次强调一遍 在这不是浪漫的 浪漫的必须一男一女在一块才浪漫的 在这是派生意 impractical 脱离现实的不屑实际的 原因我怎么会浪漫呢 不屑实际的观念 就用喷油井的这个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那样会浪费油和气 咱们说了 相当于 because it wastes all you and gas 这个结构在第一课咱们就见过 回顾一下 在第一课 就是我们第五页的第一行 第五页课分第一行 we can read a thing that happened 5,000 years ago in the new east where people first learn to write 对吧 我们至今能读到5000年前 在近东地区发生的事 因为那里人们最早学会了写字 where people first learn to write 是相当于 because people first learn to write there because there 啰嗦了 但这个there就是指前面这个 in the near east 所以干脆用where引导就好了 是不是就是在 状语从句里面 这个there这个状语 就是前面的末尾的这个 in the near east 那就用不着状语从句了 定义从句好了 它比较简洁一些 好 回到no 最后一句话 we want to we want it to stay down the hole until we can lead it off in a controlled manner 最后咱看看语法成分分析就好了 这就比较简单 我们希望它 这个it当然指ou you了 干嘛呢 待在这个洞的底下 就钻好这个眼的底下 不让它出来 直到什么呢 until到句末 当然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直到 直到我们can lead it off 把它引导出来 lead是引的带着走 这it还是油吗 off是脱离离开了 这是当副词 如果当戒词呢 就像lead it off the hole 离开这个洞吗 对吧 然后呢 这协题词是 时间状语从句里面 那个方式状语 用一个控制住的方式 受控的方式 而不是乱喷的方式 控制住要多少油 放出多少油来 是这么一个方式 好 13课 一个科普类型的文章 但是里面 重点词汇句式 包括为了句实品工作的种种复杂变化 都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和季节 还有模仿 当然 首先第一个原则 你把重点搭配的记住 得背下来 重点的知识点 要反复在心中揣摩 把它完复权融化到咱们的英语论证的血液里面去 才是真正掌握 所以希望大家反复收看重点搭配 把它消化落实 否则的话 像看连续剧一样 看一遍 两三天就都还给老师 讲完之后 不是你会了 讲完之后是李老师更会了 因为李老师没讲一遍 就复习一遍 但是你 请你多次复习 好 我们第13课就看到这 谢谢亲爱的同学们 感谢观看 小豫 咱们